来解释一下Cookie什么意思 Cookie这个问题不太容易解释清楚 首先呢我们必须得解释HTTP协议的一个特点 HTTP协议是这么一个协议 看我们屏幕 这是我们的客户端 这是我们的服务器 客户端的浏览器要访问服务器里面的一个文件 只要在浏览器里面敲着文件名 敲服务器的地址 敲端口号 敲HTTP 要想向他传参数 直接在后面传 或者使用post方式传 这些都可以 是吧听明白 比方说现在有这么一个网站 在这个网页上 这是一个网页 在这个网页上 你可以选择买一些东西 听明白这意思了吧 你可以选择买一些东西 你反问这网页 然后我买了一大堆东西 买了一个锅 好了 大家注意 HTTP协议叫做无连接性 什么叫无连接性 什么叫无连接性 无连接性说的是 当我们从服务器上 拿下来我们这个文件的内容之后 这个连接就断掉了 我首先去拿他的内容 他把他的内容 传递给我 传递给我完成之后呢 咱们俩之间不是连着的 相当于我socket就close掉了 大家听明白这意思了吧 有人说了这无所谓呀 很简单呀 没错 我们这个socket就close掉了 那么大家这时候就马上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方说我买了 你在这个页面上买了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都知道 这卖东西的网站呢 一般的是这样的 你买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还可以买其他东西 买完之后 你可以到另外一个页面去结账 是吧 我们的客户端通过这个页面 买了一个东西 然后他要到另外一个页面去结账 根据HTTP协议的无连接性是这样的 他首先去访问这个页面 去访问他 访问完了之后一点 我买了东西了 那么大家你想一下 你小子到底买的什么 他是不是应该保存下来啊 不保存下来的话 这连接马上就断掉了 当你将来去访问这个页面去结账的时候 鬼知道你买的什么东西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新的客户端连上来 又是一个新的连接 原来的早就断掉了 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了 他还不跟咱们聊天不一样 咱们聊天那客户端跟服务器永远是连着的 你发过去的数据 我就知道你是谁 你就是那IP 你就是你端口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你要发起一个重新的连接 有可能我本地端口都不一样 明白这意思吧 这叫做无连接性 无连接性你在这个页面上 做了一些修改 你要想把这状态记录下来 另外一个页面也能知道 对不起不知道 OK 讲到这儿 关于这个无连接性的认识 大家是不是有一点认识了 就是我在一个页面上 我买了一点东西了 我做了一些操作了 或者说我登录了 我登录进我的后台了 然后到另外一个页面的时候 谁也他就不知道我登录没登录 因为他们俩没连着 我并没有告诉另外一个页面我登录 明白这意思吧 那这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我从这个页面买的东西 我这个页面都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 我怎么结账啊 没法结账 那么这个时候解决办法 是什么样子的呢 怎么解决这问题 如果让你来解决的话 让你来解决怎么解决这问题啊 应该有办法解决吧 比方说很简单 你不是跟这买一东西吗 跟这个页面上买一东西 然后买完了之后 比方说你点确定买了点小东西 我把你买东西的这个记录 我给你记在客户端的某一个地方 能听懂这意思吧 好了 在客户端记录的这个地方 这种东西叫cookie 叫cookie 但是可能问题呢 如果讲的更深一点的话 这个细节问题还是比较多 首先说第一点 你要在客户端记录东西 那么说明我服务器 可以往客户端写东西 是吧 也就是说服务器端 能够在你客户端建立新文件 往里头写东西 这事挺麻烦的 我给你建立一个文件 后缀名exe 然后写好里面的东西 你点击运行了 把你的硬盘给删了 这个我这网站就叫 肯定是穷凶极恶的网站 极其恶劣的网站 是吧 陶渊 当然 所以呢 这种东西 服务器端往客户端写东西 只允许他写文本文档 其他的文档不允许写 大家听明白了吧 好了 你服务器往我客户端写东西 但是你即便是写文本文档 你要三天两条不停的写 今天写一次 明天写一次 写的内容还越来越多 没访问一次 你写一个 也挺麻烦的 所以第二点 第二点叫做 在客户端这边 我可以选择阻止对方来写 来往我这边写内容 听懂了吧 所以两个原则 一个一个的我们来说 第一个叫 服务器 可以向 客户端写内容 只能是文本文档 只能是文本内容 第三一个 客户端可以阻止 服务器 写入 你可以阻止不让他写 大家听明白的意思了吧 好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么这大家听我说 有什么问题呢 你比方说 你现在 你这个浏览器 要访问一个 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记录在你本地了 接下来你要结账的时候 怎么样结账啊 结账的时候 是不是你把这些信息 再发给服务器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或者服务器的这结账页面 来你这个本地拿 是不是就可以了 同学们 可是话说回来了 你想一下 这个服务器的信息 要往你的本地来拿 如果说 咱们所有的服务器程序 都可以往客户端写 写这个文本文件 新浪可以写 搜符也可以写 新浪能不能够拿搜符的东西呢 所以这是一个规则 就是 只能拿 自己网站 写入的东西 还挺明白的意思了吧 自己都 不能说自己的网站 应该是自己的 web application 写入的东西 这是第四条规则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规则 其实呢 在 底层的这个细节上 还有一点小规则 比方说 大家都可以去访问这个页面 你可以访问 我也可以访问这个页面 来进行结照 你买了 ab 你买了一个锅 我也买了一个锅 听明白的一点 你买了一个锅 我也买了一个锅 你的浏览器去访问某一个网站 我也访问某的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往你浏览器里写了点东西 往我浏览器里 是不是也写了点东西 你买了个锅 我也买了个锅 那么这两个浏览器 共同结账的时候 结账的 你怎么知道 你结的是哪一个呢 想想看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浏览器有自己的一个 独一无二的编号 听懂了吧 每个浏览器 跟每个浏览器的编号 是不一样的 通过这一点 可以去区分浏览器 和浏览器之间的内容 我来区分哪个浏览器 登陆进来的 同时也说明了 我要两个浏览器不一样 它两个的信息是不共享的 大家听懂的意思了吧 这个呢 当然慢慢来 这个说的就是 session的内容了 咱们现在先讲 咱们现在先讲 Cookie 这部分先略了 下面讲Cookie Cookie是什么 Cookie就是 服务技端 写到客户端的 这些个小文本的信息 Cookie 首先说第一点 它是一个明值段 以明值的形式表 保存 非常像什么 像Map Map是不是也是一个 明值段 Key Value的值 是吧 Cookie 我们怎么才能看得着 我们这个 自己这里的Cookie 非常简单 C盘 Document Settings administrator 里边有一项 叫Cookie 看到了吧 Cookie 你可以看出来 你的Cookie 是由哪些网站写进来的 这是谁 新浪 是吧 新浪写给你的 这是321写给你的 这是百度写的 我们打开来一个看一眼 当然写的这个内容 我要告诉你 这个内容的话呢 不是很容易看懂 这个内容里面包含了 包含了这个浏览器 独一无二的那个编号 听懂这意思了吧 这个呢 我们主要看它的明值段 就可以了 还有ChinaPub写给我的 是吧 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 在网上很多很多的网站都应用了Cookie 为什么会应用Cookie 因为Cookie来记录着我们前后之间的一个状态 你比方说 最简单的 我要去买一个东西 买这东西的时候 你如果不记录在Cookie里面 你就没办法记下来 它已经买了 是吧 同学们 来看我屏幕 给大家一个现场的演示 你就明白Cookie是什么意思了 通过IE去访问它 同一个著名的网站 3WChinaPub.com ChinaPub干嘛的呢 卖书的是吧 卖书不卖手 好吗 大家请看 我随便的买一本书 我随便买一本书 正会Jax好吧 太慢了你 我随便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慢啊 怎么会如此的慢呢 OK,重新起了一下就快了 看我屏幕 好了,这本书不是很好啊 你不要说我一点这本书,你回头就买了它,没得逼啊 这本书好像写的并不是很好 五个星共九条 这个东西只有九个人评论,评论了五个星 Pore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了,我马上购买它 那么大家看我屏幕 当我一点购买的时候呢 然后关掉它 我查看我的零售购物车 大家请看 我在另外一个页面购买的 我在这个页面去查看我的购物车 我还是能看到我买了哪本书 能看到这意思吧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内容它会记录在哪呢 记录在哪没关系 很简单,我们来看一眼 到我们的只要把这个修改日期 拿一下看就行了 嗯,没有 我先给它全删了得了,行吗 最上面在哪呢 哦,在这呢 是,没错 sorry Chinapub 这是Chinapub写给我们的内容 这个内容不太容易看懂 用IDplus打开 那么大家注意 我买了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实际上这应该是这本书的名字 看上去像 你看中间还有什么prototype等等 那么这是中文 中文它有一种特殊的编码 这种编码呢 是写在UIL地址里面的那种码 关于UIL地址里面的那种码 大家还有印象吧 我们中文传的时候 在UIL地址里面会转上另外一种码 这个书名其实在这里已经记录下来了 是吧,同学们 book的ID号已经记录下来了 全部在这里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所以它的信息记录在哪了 当然记录在cookie里面了 是吧,同学们 大家想问 IE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IE的特点是 你可以限制对方的cookie 你可以删除所有的cookie 也可以设置 在哪设置 在高级里面 在隐私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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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把这个 滑块往上还 把隐私的内容设到最高 阻止所有的cookie 应用 确定 客户端可以不允许 你往我这写cookie 明白的意思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买书 我们看看还能买得了吗 浏规览 浏览是没问题的 购买 我这里头已经有了 买一本别的书 flash flash 网站 我购买 大家注意看里面有内容吗 没了 看到了吧 商品名 商品名没有了 当然 他没有给你报错 不是说那个 没有给你报错 不是说他能够正常的执行了 是因为你把cookie给关了 你想买买不了了 因为他会把购买的内容 记录在你的cookie里面 大家听懂这意思了吧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是不打开cookie的话 有一些网站你是不能够正确访问的 再看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可能是session的问题 有一些网站是不能正确访问的 这些网站呢 包含什么呢 包含hotmail 包含这个gmail 听说过吧应该 google的对外提供服务的mail hotmail gmail 像这些东西 你如果不打开cookie 我告诉你 你这网站基本上没法正常访问 他就告诉你请你打开cookie 听明白的意思了吧 那有人说了我打开cookie 他老往往这写东西感觉多不爽啊 没关系 cookie的这些东西 并不能够损害你的机器 没问题 放心吧 他也不会说见起来没完 然后自己这个文件老是不删 也不会的 到一段时间到实了之后 他自己就删掉了 大家听明白这意思了吧 所以cookie你可以放心的打开 你如果不打开 有一些网站你就访问不了了 ok 你得允许服务器往你这里写内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网上这样的应用 当你呢 访问一个网站 然后呢 去登录到了某一个 从这网站登录进去 然后他边上呢有一个选项 叫做两星期之内不用登录 不用重新输入用户名应该是是吧 那么你想想看 你两星期之内都不用重新输入用户名 当你在访问这网页的时候 他还能把你的用户名显示出来 你说他记在哪啊 一定是记在cookie里面了 ok 所以这是cookie的功用 记密码啊 记密码啊 密码也记cookie里面了 别人要把cookie给你偷了 那种密码上 你不会加密啊 你把密码加密不就得了吗 原来的密码ABC 你通过算法给他算成一个特殊的字幕串 他拿的那字幕串 他也不知道你原来的密码是什么呀 但是有cookie在登录的网站 不是说自己的密码是吗 是啊 你要不是自己的机器 你干嘛两周之内不再登录的 那是自己的事啊 ok 好了 这就是cookie的 原理 cookie的原理呢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它 好吧 这个挺重要的一件事啊 咱们在这呢 怎么样往客户端写cookie 然后怎么样读cookie 这个咱们明天再说 好吧 大家呢 先把cookie的原理弄清楚了 把这个cookie的来龙去脉 弄清楚了 为什么要cookie cookie有什么用 cookie存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不是怎么样可以对它进行设置 等等 好了 大家可以着手 复习cookie这个东西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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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